今天穿的是之前 黑五Lululemon做活动的时候 我买的Instill的那款legging 然后是28英寸的 买的是小红书上很火的烤焦糖色 我觉得Instill对于我来讲 比airline要舒服一些 因为我之前在店里试airline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Instill就蛮舒服的 然后也不会掉刀 而且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上面穿的是Maya Active的一个bra 这个bra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今天早上打算做一个南瓜烤蛋奶 小红书上说要先把南瓜切掉顶部 然后挖空子后放进烤箱烤 好啦那我现在已经掏完子 准备把它放进烤箱里面 小红书上说大概烤个7到8分钟就可以了 今天还是用之前没吃完的鸩唇蛋来做蛋液 而且更搞笑的是今天早上开冰箱 发现家里的牛奶也喝完了 我只能用之前买的蛋酒来做蛋液了 欢迎来到黑暗厨房 刚刚把南瓜已经送进去了 然后现在大概再等个半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了 有点期待呢 虽然过程听起来有点黑暗的样子 但自己做的还是有点期待呢 现在已经烤了差不多40分钟了 我感觉就是上面已经有一点焦了 但是感觉里面的那个液体还没有凝固的感觉 现在已经差不多烤了大概快50分钟了 然后它终于有点起色了 开始起泡泡了 现在已经差不多烤了50多分钟快一个小时了 然后它们终于鼓起来一点了 我想打开看看 它们在滋滋冒泡泡 但我感觉好像已经不能再烤了 再烤的南瓜就要糊了 但是如果不再烤一会儿 我感觉里面的蛋液没有凝固 算了还是再烤一会儿吧 那基本上没有咕咕冒泡了 感觉应该是好了 这次真的要拿出来看看 它现在长这个样子 我刚刚拿出来的时候感觉 怎么都感觉里面好像还是没有凝固的样子 让我来切一下 哇 外面的皮都烤得软得不行了 凝固了耶 成功了耶 哎呀咱们就是说这个很切面是不是还是很不错的 哎呦不错哦 出锅了耶 小姜的南瓜烤蛋奶 我要去尝一尝 南瓜被烤得很软 但是我这个南瓜它不是很甜 然后可能因为我加的不是牛奶 加的是那个蛋酒的原因 然后它味道不会特别浓 感觉可能下次如果加牛奶的话 可能口感会更好一点 就是跟南瓜会更搭一点 不过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还蛮好玩的 就是烤的时间要有点长 可能如果用空气炸锅 它们的做法就会快一些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还不错呦 可以试一下 刚刚下午一直在剪视频 然后晚上跟朋友 约了要去吃一家 好多人都给我推荐过的 说是新开的一家周底火锅 叫新拥记 一会儿要跟朋友一起去吃 然后我现在要来准备一下 小化一个妆吧 先来挑一个化妆时候听的 广播 你们平时会听podcast吗 我还蛮爱听podcast 我平时跑步啊 或者做一些运动的时候 就会放podcast 接听备忘录吧 就是这个podcast 我觉得属于金融类的podcast 它就是会跟你分享一些 行业观察什么的 各行各业的那种行业观察 然后我第一次听他们的podcast 还是他讲李佳琪跟李子柒的内容吧 好像当时在讲直播带货什么的 然后今天听他们最新更新的这个 叫好好说话不止有说 然后今天这个episode 大概就是讲沟通方面的内容 然后包括有职场里头的沟通啊 还有回到家庭亲密关系里的表达 那我们就边听边开始化妆吧 我现在已经化好妆了 然后我今天就准备 随便穿一件卫衣就去吃饭了 因为是吃火锅嘛 然后我很讨厌很讨厌 衣服上有范味 所以一般要是吃火锅这种 会奇味道的东西 我就会穿一件回来好喜的衣服 今天晚上有点下雨了 但是还是挡不住干饭的好心情 给大家看一下我调的占量 一满碗的香菜 这个就是我们点的锅底 这个是粥底锅 然后这边是金汤走地鸡 然后这些是我们点的一部分的菜 我最爱的牛鸡 我本来以为是那种很多米的这种粥底 所以我们翻一下给我们 好鲜 加一点他送的这个菜 哇真的很好吃 这个粥真的 这个汤真的好鲜 然后你还可以就是放点他送的这个菜 哇不错 紫 鲜 鲜 药膳的锅底 是 店鱼 够了鸡 嗯 有时葡萄黄鸡有发了 吃别的好吃吧 朋友现在在刮彩票 毛主头了吧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来了没来了没 又来一个